瞧他的腿可真长呀 这只小蟋蟀有长长的触角 可以用来和同伴打招呼 你认识他们了吗 现在让我来考考你 猜猜看 到了夜晚会发光的是谁 我是萤火虫 晚上就像小灯梦一样会发光呢 哪个是爱唱歌的蟋蟀 是我呀 小蟋蟀 躺石缝 睡草坑 一蹦一跳 爱唱歌 小朋友 你一定全答对了 真厉害呀 太阳 圆球红红头 画在天空中 一天看不见 青天就出现 小朋友 让我们看看他的图片吧 这个红红的大火球 就是天空中的太阳 它给我们带来了光和热 现在跟我一起去看看 其他美丽的太阳图片吧 在海面上 太阳升起来了 多美呀 这是山顶上看到的日出 太阳看起来真温暖呀 你看见了吗 日落的时候 太阳把周围的云彩都染成了红色呢 太阳快下山了 劳动了一天的人们也要回家了 小朋友 我们去看看地球吧 地球 地球妈妈真烦恼 天天都有垃圾掉 小朋友们要环保 帮助妈妈来打扫 帮助妈妈来打扫 地球妈妈微微笑 小朋友 让我们看看它的图片吧 你认识它吗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地球 这是从太空中拍到的地球照片 地球上有大海 山川 森林 是我们美丽的家园 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它呀 这是在月球上看到的地球 在遥远的地方看到自己的家乡 感觉真不一样呀 你看 那些蓝色的部分 就是地球上的海洋 小朋友 让我们去猜猜看吧 猜猜看 小朋友 现在我要考考你 哪个是红彤彤的太阳 我是红彤彤的太阳 给人们带来光和热 哪个是我们生活的地球 我是地球 我是人类共同的家园 小朋友 刚才的问题你都答对了吗 让我们去看看另外的东西吧 月亮 有时像圆盘 有时像小船 高高天上画 夜夜都出现 小朋友 让我们看看它的图片吧 这个天空中明亮的圆盘 就是月亮 嘿嘿嘿 月亮不好意思 躲到树后面去了 瞧 月亮 月亮变成月牙了 月牙弯弯 像小船 让我们再拉近一些 看见了吗 月亮的表面 还有一些小坑坑呢 这是在太空中 拍到的月亮 它可是我们地球的卫星呢 小朋友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小星星吧 星星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天都是小星星 挂在天空放光明 好像无数小眼睛 小朋友 让我们看看它的图片吧 哇 好多亮闪闪的小星星呀 我们在晴朗的夜晚 就可以看见它们 这是木星 好像带着一个游泳圈 真好玩 美丽的星空真迷人呀 小朋友 让我们去猜猜看吧 猜猜看 小朋友 夜晚出现在天空 有时像小船 有时像圆盘的是什么 是我 月亮 我每天晚上 都在天空中 看着你呢 一闪一闪的小星星 你在哪里 我是小星星 挂在夜晚的天空上 亲爱的宝宝 刚才的问题 你一定都答对了吧 我这里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呢 加油啊 四季 春天里 东风多 燕子回来 做新窝 夏天里 南风多 烈日 烈日炎炎 向盆火 秋天里 西风多 树上挂满红苹果 冬天里北风多 雪花纷纷往下落 找春天 小鱼儿蹦蹦跳 要把春天找 柳姑娘笑了笑 小鱼小鱼你别找 春天就在我边烧 小鱼儿蹦蹦跳 要把春天找 柳姑娘笑了笑 小鱼小鱼你别找 春天就在我边烧 小朋友 让我们看看它的图片吧 春天来了 天气变暖和了 油菜花开得真热闹呀 春天是百花盛开的季节 到处都很美丽 公园里的花都开了 人们都出来春游了 春天可是耕种的好季节 农民正忙着插秧呢 小朋友 看完了春天 让我们再去看看夏天吧 夏 夏 小鱼鱼 忙吹箫 小青蛙 把骨敲 锅锅 歌声高 啊 夏天真热闹 小朋友 让我们看看它的图片吧 天气真热呀 那快把遮阳伞举起来吧 夏天到了 夏天和好朋友一起在海边 真是件快乐的事情呀 夏天是荷花开放的季节 夏天也是游泳的好季节 和爸爸妈妈一起到海边去捡贝壳 是夏天最有趣的游戏了 夏天怎么能少了香甜又结属的冰激凌呢 小朋友 让我们去猜猜看吧 猜猜看 聪明的宝宝 刚才的风景好看吗 我来考考你 什么季节桃花开 春天来了 桃花开 柳树绿 天气暖 天气最热的是什么季节 天气热了是夏天 小朋友 刚才的问题你都答对了吗 让我们去看看另外的东西吧 秋风 秋风秋风吹吹吹 树叶树叶飞飞 就像一群蝴蝴蝶 张开翅膀追追 小朋友 让我们看看它的图片吧 秋风吹吹 秋风吹来了 树叶落了一地 美丽的秋天来到了 秋天的树叶有的变成红色 有的变成金黄色 树莲也变得五颜六色的了 阳光透过金黄的树叶 秋天可真美丽呀 到了秋天 水果都丰收了 真馋人的 粮食也丰收了 瞧 这么多玉米 都堆成山了 一望无际的稻田 一定能收获很多粮食 瞧 农民伯伯正忙着收割呢 小朋友 看完秋天 让我们再去看看冬天吧 雪花飘飘 冬天来到 北风呼啸 雪人放哨 松鼠回窝 小熊睡觉 小朋友 让我们看看它的图片吧 你知道这是什么季节吗 到处都是白雪 原来是冬天来了 冬天天气很冷 这里是一片银白色的世界 冬天 我们要穿上棉袄才暖和呢 湖面上结冰了 北方的小朋友还可以溜冰 看他们玩得多开心 冬天山上积了很多雪 我们可以去滑雪呢 瞧这位叔叔的滑雪技术真高啊 小朋友 让我们去猜猜看吧 猜猜看 哪个季节树叶落下来 秋天到了树叶落 水果粮食大丰收 什么季节飘雪花 飘起雪花是冬天 亲爱的小朋友 你回答的一定非常棒 现在跟我一起去看有趣的故事吧 这次我们听到的是小蟋蟀睡觉的故事 瞧 小蟋蟀来了 夏天的晚上 到处静悄悄的 大家都在睡觉 蟋蟀的家就在一处茂密的草丛下面 蟋蟀妈妈唱着摇篮曲 有很多蟋蟀宝宝都在睡觉 有一只调皮的小蟋蟀睡不着觉 这妈妈不注意 偷偷溜出了家门 哈哈 真好玩 真好玩 哈哈 她玩得高兴极了 她玩累了 舒舒服服的躺了下来 咦 那是什么呀 天上有一个弯弯的 亮亮的 像小船一样的东西 正看着自己呢 她站起来 发现那个小船还在看着她 她又躺下来 假装睡觉 偷偷的向天空望了望 小船又在看着她 于是她偷的一下子站起来 气咕咕的对着天空说 你是谁 为什么老是看着我 你好 小家伙 我是月亮呀 你不认识我吗 我不认识你 可是 我认识你 你是小蟋蟀 对不对 那你怎么知道 我叫小蟋蟀 因为呀 每天晚上你睡觉的时候 我都能透过小窗户 看见你 还听见你的妈妈 叫你蟋蟀宝宝 所以 我早就认识你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小蟋蟀 都这么晚了 你为什么不睡觉呀 嗯 我想玩一会儿再去睡 你看 小星星们都睡着了 别的小动物也睡了 只有你不睡 是谁呀 这么吵 都把我给吵醒了 小声点 你看 把小星星都吵醒了 嗯 对不起 我还是回家睡觉吧 真是好孩子 晚上好好睡觉 明天就可以好好玩了 月亮阿姨 再见 再见 于是 小蟋蟀 乖乖的回到家 躺在他的小床上 看着月亮阿姨的笑脸 小蟋蟀 甜甜的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 太阳公公出来了 一缕阳光照在小蟋蟀的床上 小蟋蟀 快起床 坐早操了 太阳公公早 太阳公公 你看见月亮阿姨了吗 还有小星星 它们都去哪了 月亮阿姨下班了 别着急 小蟋蟀 到了晚上 你就又能见到它们了 原来是这样 太阳公公 我要去做早操了 早上好 早上好 大家一起来做操 踢踢腿 弯弯腰 宝宝长得胖又高